各位好,现在是下午1点35分 今天早上最大的市场消息 是中国 连续第二个月 将LPR Lone Prime Rate 中文叫做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我喜欢Lone Prime Rate 就像香港最优位利率的解法 下调了 分两个,一个是一年 一年由3.8厘 下降到3.7厘 另外 五年一个 由4.65厘 下降到4.6厘 两个有什么分别都跟大家讲讲 首先 一年期的 通常是新的贷款 或者现有的贷款 建基于利率上 做报价 另外那个 主要是给按揭利率参考 好,今天早上 还有一件事 在开市之前 我发了一个 即市錦囊 给所有的 以上级别的 Patreon 订户 及时提醒大家 我说今天 腾讯是随正的 今天腾讯随正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腾讯的股价 腾讯的股价是需要随正的 随正的 是13.4 13.4是怎样算出来的? 就是 根据他在昨日收市 之后 收市 当时仍然持有 腾讯股份的人 每持有21股 派送一股 9618 在昨日9618的收市位 是多少? 腾讯昨日9618 现在给大家看看 其实答案应该是 13.4乘以21 它的收市位 昨日是281.4 随意 21等于13.4 所以腾讯 本来昨日收市时候 4.010分布的收市位 就是 455.8 应该是442.4 加13.4 就是455.8 今天 除了13.4之外 就是442.4 442.4 加13.4 就是455.8 随正的 还有什么影响呢? 有些人问 为什么要随正呢? 又不是派现金 不是派股息 派实物而已 是要的 因为这代表了 腾讯的资产 它本来持有股票 这是资产之一 它派送了出来给人 就没有了 资产减低了 股价当然要下降 下调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 影响 对恒生指数的影响 和相关指数的影响 影响程度 就应该是 比如说 下调了13.4 随意买卖单位 每个单位是2毛指 随意买2毛指 就成为 它的 指数因子 指数因子是什么呢? 就是 每一个 价位的 变动 去影响 指数 比如举例 是恒生指数 我试试和大家一起看看 比如举例恒生指数 先开 我找腾讯 这里 腾讯 是8毛1指 每个价位8毛1指 乘以13.4 再随意 2毛指 答案就是影响 我今早计算过 不知道是否计算 五十几点影响了 跟大家说了 这个 即市的锦囊 只是给 高和以上级别的 Patreon 订户 今早大家应该很有用 知道市 是会升 最有用的 就是我提醒了大家 今天有特殊情况出现 根据我个人经验 纯粹是个人经验 这不是理论 很多时候 大户就会因应这些 特发事件 特殊情况 散户 看不明白 想不明白 不明白 就在 乘机 将市反转 今早果然 被我猜中了 开市前 市真是转势 由跌转升 是不是及时转势呢? 呃 勉强可以说及时 因为 理论上先量转势 是合理的 怎样都好 今天有了这个机会 给好优反工作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和国企指数 和其他指数的情况 恒生指数 现在是升 2.6% 非常漂亮 国企指数更加漂亮 当然 今次我已经提及了大家 就是说 如果市升 是应该主要看国企股的买盘 果然没有说错 升3% 红丑昨天表现那么好 今天有点压力 大户在数据其他的股票 包括科技股 一会看到 科技股升了3.8% 那么就会压下红丑股 获利 并不是全面上升 红丑股 获利回吐 综合指数升了2.4% 不用看 大家也猜到 升的股票数目 比跌的股票数目 升的指数来说 是多很多 看科技指数 30只中28只上升 红丑跌 11只上升 13只下跌 接着我们看恒生指数 期货的最新情况 这个阴阳烛小舌头 一开就裂口高开 冲破保力加通道顶部 现在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时段 就冲破了 也在开市之后 出现了那个极点高位 24217 阻力也升破了 即是说 那个时段的低位 不是 24217 讲错了 应该是24纪93升破了 那个时段的低位 才是24217 成为了即使 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当然 成为即使重要的支持位 还有一个 就是前升浪 24540 还有 稍后我会说恒生指数 我会说一样 指标不用说 全部五个都离好 即使形势显著向好 继续升上去 但是继续升上去 关键位看什么呢 刚才说了 稍后再说 先看国企指数 国企指数 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的情况 一样连续第四个交易 在保力加通道顶部上 和国企期货和恒指期货都是 顶部支持一路上而 推了股价上去 SAR极点高位 8619升破了 即使重要支持位 8490 就是出现SAR极点高位 过一个时段 最低位 指标也是全部利好 我刚才说 补充又要说什么 就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我们看日线图 记不记得 我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4623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看之前 这个星期 之前四五个交易日的 影片 分析 是过到了 因为现在恒生指数 24757 高过24623 最高是24783 也高过了之前的高位 24561 这个调整没有再过长 通常两至三个交易员 最终要等到多少 一二三 第四个交易日之源 第四个交易日之源 比正常的时间长了一天 也是 勉强可以接受的 勉强 继续升上去 现在的后市关键 是否站得稳在 24623上 站不站得稳呢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要看 主动买盘 是否这么活跃 继续 还有成交金 是否继续配合 如果明天有市 继续升的话 现在 图表上 已经报了 很漂亮 这个情况 我会在今晚的 第三段 只是给Patreon 订户 GOLD 或是日常级别的订户 看的 投资金分析里 跟大家详细讲 恒生指数 代表港股的最新短期形势 可否再爆上呢 是否到24623就要掉头回落呢 今晚才说 接着我们看科技指数 期货的阴阳触小时图 是差点的 但所谓差点 都贴近了保力加通道顶部的阻力 亦都是 升破了 SAL極点高位 是5829 同样地 这个时段 出现SAL極点高位的时段 最低位 5755 就成为了 即使重要阻力位 暂时最高 看到5869 5869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 这个高位 前升浪高位 5845 被升破 看看 很大分水 即使就是5845 下浪 下个升浪目标 应该说 当然 看这个位 5935 如果能够升破5935 就全漂亮了 暂时看五个指标 都是利好的 不要说没有机会 看看日线图 升破了5935 就怎么样 看科技股的日线图 就代表 一浪低于一浪 的局势 这个 5935 在这里 就会初步被破坏 当然要正式破坏 应该要升破 这个就好些 6169 下站升浪目标 6169 OK 我们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准备定一会和大家说的 股票将会是 阿里巴巴9988 我们由月线图说起 接着我们看现货主板市场 非省目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报 60比40 显着配合 指数的上升动力 高过过去五个交易 五个交易 对不起 五个交易的 平均日是54比46 暂时录得资金准主动买股 非常力 115亿 占总成交金额有10.22% 这个比率 这么高 金额就说多少 比率说高低 暂时现在只不过是1点多 早五市的初段已经有1,127亿的成交 今天 买盘充进来 不少 相信很多淡人 入市补仓 以前沽货 现在入市 见过失势 有很大机会 短期转好 甚至中期 逐步转好 入市补货 今早半日收市 127亿 卖空金额 占总成交卖空金额 占总成交卖空金额 18.149% 回跌了 即是炒价 不敢看短 短期的后市 这33个业务类别 资金净主动卖入最多的三位 头三位 远景服务业 地产业 保险业 全部的主动卖股比率都配合上升动力 特别是远景服务业 就直接是显著配合 他们的所属股票 显著配合即高达60.4 表现最好 平均变动率就是 黄金及贵金属业 接着到保险业 和农业产品业 升幅从1.2%到1.89%不等 全部亦都配合上升动力 特别是 黄金及贵金属业的 6.34% 非常配合 这个板块的上升动力 看看被动买卖券商 最后的头五位 美林 JP Morgan 高盛 UBS 和 Credit Suisse 中国投资信息排第七位 中国仓 苍蝇市场服务题 第八位 我们稍后 T加尔要留意 这两个北水券商 有没有掉头买货 正买货 暂时不知道 因为数据会延迟公布 头五位的主要托着的 5只不同的股票 是吧 压着的 主要是压着腾讯 高盛 和UBS 压着的 表现是好的 非常漂亮的 大家想知道腾讯 今天表现多漂亮 刚才1点钟 我就看了 在47分钟之前 ETNet频道里面 梁凯玲 在那月的 Hotstock1点钟里 很详细地分析这只股票的 短期中期的走势 大家记得看回那一段 如果没看的话 他详细分析了 我这里不重复 接着 去到500只行生 续合指数成份股 表现 资金程主动买入最多的 是20亿的腾讯 美团13亿 很厉害 第3位 快手5亿2 阿里巴巴5亿1 第5位 招商银行也有4亿3亿 全部都暴升 而上升 现价比加权平均价 全部都高过 应该也是吧 没错 全部都高过 升幅 不够5% 都非常接近 最差的 招商银行也有4.02% 升幅 最美团8.49% 主动买股比率全部 都是显著配合 这个是上升动力的 即是这个5亿股票的低位 冲上来的 数货的情况 特别是这只招商银行 是非常配合 因为它到达65-35 暴露16-34 两比 没有一只够3倍 但都已经 不错了 多数有两倍 或者接近两倍 比如腾讯 有很多只 头沙维都创52周新高减 大家自己看 染矿能源 171 另外1658的 油柱银行 6886的 HTSC 以及 688的 中国海外发展 但有一只创52周新低价 真是一般 是 普普马特 普普马特 999-2 39.15 但资金 主动买入 在39.15 前面 数换回头 现在是报42 1号半 明显高的加权平均价 主动买高比率 极度配合 71比29 数换回头 接着我们就看看 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今早在 7.9-8 期间低见 451-5.25 表现 回升 最高就弹过上来 4546 4546.75 最高 看清楚 4546.75 现在就在4540 这个位 4540 这个位置 4540 好 合理值就是这五个 恒生指数合理值 好一点 今早开市前是2400 现在是240 621 240 是好一点 跌66 合理 但它现在是24723 非常漂亮 你说它非常漂亮吗 国企比 它偏高 比美子期货 偏高 2.74% 国企偏高 3.16% 科技指数更厉害 偏高 4.2% 红筹轻微偏低 综合指数 偏高2.5% 我们看看今早的最低位 五个指数 最低位 见过的 都是 明显地 算不算明显地 都是明显地 4141 不是 除了红筹之外 除了红筹之外 四个都是明显地 高合理值 红筹最低见过 4141 到了合理值 即市炒卖范围 即是下周收市前的 低位 高位是怎样呢 最高的位 今早见过 是 先低恒生指数 247 8 3 已经到了第3个 即市重要的位 非常漂亮 表示今天 买家 大陆买家 是完全控制大局的 敢说完全 因为可以到第3个 那么厉害 国企指数 也到第3个 科技指数 都到第3个 原来 科技指数不到 科技指数最高 是连第2个都未到 已经表现 力度 差点 或者可以说 那些沽压依然 不少 要等消化了沽压 整个大市才有机会 进一步显著 好一点 留意着国企股的沽盘 被消化的情况 EAS 估计结算价 估计结算价 我曾经 今早上 一开始 第一口价 是报恒生指数 当时是报24307 然后 10.3个字 报24448 正在升 现在在1.4个字 24448 24448 我好像拍错了 24448 24448 没动过 原来1.4个字 跟今早10.3 是没动过 即是升势放缓了 国企又怎样 或者我这个 我想我这个1.4个字 应该有问题 好像 应该有问题 我记错了图 不好意思 比较10.3个算了 10.3个 恒生指数24448 现在在升 国企指数 是8584 也是在升 科技指数 5743 也是在升 加上 3个指数 都很明显地 高过 加权平均格 所以现在 接近两点钟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九成半 根据我的经验 九成半 全日低位 已经出现了 根据这个分析 我都看到 势力这么厉害 你那些是靠感觉 我那些是靠数据分析 你可以说 我的数据分析 支持你的感觉 看法 要这么说 然后我们就看今天要重点分析的股票 这一只 是阿里巴巴 一只 大型的 指数成分股 科技股 今次我开始见到低位 125元之后 急升 最高曾经见过 在下午开市之后 即五市 早段见过 138 现在做129.9 是高个加权平均价格的128.63 三线一 这些股票的历史波幅率是51 是恒生指数15.22 的三倍 多 波幅 都不小 炒卖这些股票 风险 不可以说太小 至于非省会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62.38 就是 显著配合股价上升动力 股价上升动力由哪里升出来的 全的低位就是这个低位 很低 刚才说过 但即市支持位已经由 12.78 上移到 12.9 好的 即使重要支持位置变了 看看能不能站在12.95 最好站在130元上 股价格会更加好 暂时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4.9亿 连续第2个交易日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但相对 现货主板市场 连续第26个交易日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这些股票就不太好 占成交金价比率有16.16% 那么多 4.921亿 是很有启示性的 今天成交多 如无意外 全日收市位 收市的时候 应该是成交金价比昨天多 现在有30亿 卖空金价比率上 是横行的 略为下降到13.762% 我们看标准自动对盘 标准自动对盘 如果我们看大户 刚才中户加散户 即是职业炒加大户 对不起 很漂亮 明显配合上升动力 它的数货情况 正是算大户是怎样 有没有错 没错 228宗成交 主动买股比率 都非常漂亮 是 显着配合上升动力 股价上升动力 64.36 家团平均价 129.061 如果我们计 大户 即是500万起标 和超级大户 都有41宗成交 加权平均价 更漂亮 67.33 非常配合上升动力 加权平均价 129.189 这是主动买股比率 67.33 更正 最后 看这个 超级大户 都有4宗成交 全部数货 所以100.0 主动买股比率 数多少 加权平均 129.30 先4 托价 压价 今早主要托着 不太多 一家 一家 JP Morgan 但资金净被动买 只有7千多万 一路托着 一路托着 129.04 压价 压价 主要是两个 或者三个 UBS 高盛亚洲 资金净被动买 明显少些 买出 压价 资金净被动买出 明显少些 不够7千万 户图 另外两家 UBS和高盛亚洲 是1亿2千多万 即是散户 职业炒加价 其他大户 不断数 UBS和高盛的货 压价在128.8 平均 接近128.5 左右 图表分析 图表分析 阿里巴巴的月线图 指标 SAR 是高 股价 保育加通路中族 高 股价 RSI 暂时 就看到 回到5月平均线上 但要到今月底才确定 确认 其他两个指标 STC和MACD 都是利淡 形势来说 长期来说 是向淡 一好四淡的指标 所以是不应该持货的 长线 不是呀 有个小升 还要怎样 今个月 可能 看到月底 有个叫做 什么 破脚穿头利好穿向形态 是不是呢 我告诉你 不是 为什么 顶龙说的类似 不是 当然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支持股价回升反弹的 因为 长期跌浪 没错 第二点要求的 长新区的阴烛 有吗 是没有的 因为新区很短 第三 收市位高 长新区阴烛的中间位 如果收市位当然高 还高过开市位 所以你顶多说 类似 早晨期升利好转型态 就不是标准的利好转型态 长线就是这样 如果我长线 如果现在持货 我说如果现在持货 不是叫你现在持货 如果现在持货 和叫你现在入市持货 两回事 不要乱乱了 由高位 3094 3094 跌下来 我和你计 跌下来 最低 我当这个长期跌浪 在这里看到底 博反弹 或者站过一段落 1092 1092 1092 这么差的跌势 我们看多少 是否起标0.302倍 我教过 不是 0.236 看156 447 和185 674 676 算了 真是极好环境 再显著转好 才看 209.3 看看 现在暂时最高 135元 现在暂时最高 135元 连第一个都未到 非常麻烦 中线 投资 一浪低一浪 是未完结的 要完结是怎样呢 这里的低位 是132元 幸好我们见过 135元 高了它 这就叫做初步破坏 初步破坏 怎样正式破坏 一浪低一浪呢 利淡形态 你一定要见高 这个位 不是这个 sorry 179.9 即见到179.9 之上 即是180元 你先去说 由 20 309.4 跌下来的 一浪低一浪 利淡形态 向淡形态 正式被破坏 所以 你由这个 博去 109.2 博中线反弹 我们可以这样博的 由179.9 跌下来 现在说中线 不是长线 1799跌下来 你可以看0.382 反弹目标 就是136.27 刚才见过135元 非常接近 再升上 就看144.5元 再升上 才看152.8 9.3 目标已达 中线投机 你再跌上去 真是想跌179.9 就要把指站位置 继续推上去 1 2 3 4 5 5个指标之中 现在是3 你也好 即是用小处跌中线 够不够直播率呢? 中线的直播率 我们要求3比1 你应该要在 126.87 半之下 才能买货的 现在 129.9 是不到的 直播率是不支持 跌低些 跌低些之后 你看到仍有3个指标 最少 你就小处买 这是中线投机 当然 中线投机 是否一定要买一只 当然不是 还有一只比他好 要是哪一只 收市后看我 中线正线盘盘 最后 我们讲短线投机 短线投机的形势 真的不错 因为自从见完109.2之后 有反复上升 一浪高一浪的走势 如果今天这么漂亮的大事 就漂亮 我们就会立即 无论你 没收货 就做止蚀位 收货 就推高止赚位 我就会建议大家 立即将止赚位 或者摆放新仓的 止蚀位 摆放在昨天的低位 123.5 所谓下方 就是低一点 可能低一两个价位 因为摆放在这儿 可能对一点点 就会打上来 双底 目标 起码要博135元 135元 上边博多少 不用再计算 刚才和你计算了 就是那些中线的一样 这个就是短线 指标盘不配合 12345 看清楚STC STC未得 暂时4个利好 就可以用中注持货 短线投机 但是 但是 如果STC 转好 就是%D 升穿% %K 升穿%D 如果是升穿 你站在上面 就算 那就可以用大柱 这样子目标 刚才我给了 你自己再计算 因为你现在的 止蚀位置 止赚位置 放了123.5 例如举个例 我将目标 放在刚才我说过的 136.207 136.207 我将指示位置放在 123.5 OK 那你短线投机 最少要127.131 先一楼下才能买 现在 又仍是差一点 仍是差一点 当然 如果你穿 这个位置就不变了 这个位置 如果你 再薄高一点 就把刚才的 136.207 再看多一格 0.5倍 那是多少 回分之前几分钟看 就会知道 好了 今天 第2段 投资影音分析 就讲完了 第3段 将会在今晚跟大家讲的 将会到时 讲讲股 今天急升之后的最新形势 是怎样 提一提大家 今天 恒生指数期货 先看看 恒生指数期货 如果 现在是在升 688点 什么的 场外 期子 都被人杀倉了 被人杀倉了 即是说 很有大户 其实 到现在 可以功成身退 只要 将大事托在高位 明天才再来过 就够了 为什么要明天再来过 托在高位 引起新的 淡倉再入市 明天就再来过 再挟高一点 一路推上去 再吸引多些入市 到时候 又再来 第二个杀倉 今天是杀倉 记不记得我讲的牛红症 今天有很多红症 被人杀了 这段投资恩分析就讲到这 多谢各位收看